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盲眼龍婆2024年七大預言 普京遭暗殺 普京去世乃測試 點讚的俄國人恐受懲罰 珍珠黨領導人發表講話 伊朗將拋棄哈馬斯 及時雨來了 澤連斯基受鼓舞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11月5號 星期天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盲眼龍婆2024年七大預言 普京遭暗殺 2023年很快將過去 2024年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曾準確預測911事件 俄乌戰爭等事件的已故保加利亞盲眼龍婆88萬家 被指曾對2024年做出過七大預言 當中包括關乎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 以及人類未來生命健康 88萬家2024年七大預言如下 一 普京遭暗殺 據Astrofame報導 88萬家對於2024年第一個預感 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遭暗殺 而且具體指明是俄羅斯人幹的 88萬家1996年去世 而普京在1998年才掌權 未知他是指明到性預測普京的命運 還是指含糊的俄羅斯掌權者 二 有一大國進行生物武器試驗或攻擊 88萬家另一個預測 是聲稱明年將有一個大國進行生物武器試驗或攻擊 他還預測恐怖分子將在歐洲發動攻擊 三 巨大經濟危機 88萬家表示明年將會出現一場巨大的經濟危機 影響全球經濟 他強調了幾個影響因素 例如債務水準上升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 以及經濟力量從西方向東方轉移 四 可怕的氣候事件 他預感明年將會出現可怕的天氣事件和天災 五 網路攻擊 他又預測有人將攻擊電網和水處理場等重要基礎設施 網路攻擊將會增加 而這些行為將導致國家安全威脅 六 醫學突破 八萬萬家對2024年的預測並非全屬負面消息 至少在醫療領域帶來了好消息 他預測到了明年 包括阿茲海默症在內的不治之症會出現新療法 癌症亦將得到治癒 七 科技革命 他預見了量子計算將取得重大突破 人工智能將進一步長足發展 普京去世乃測試?點讚的俄國人恐受懲罰 上週 俄羅斯領導人普京去世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 謠言最先由俄羅斯Telegram頻道General SVR於10月26日發布的 該頻道稱普京於莫斯科時間晚上20點42分 在瓦爾代的住所去世 有替身在公開場合代表他 普京去世的消息隨後登上世界各地的頭條新聞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後來告訴記者 普京心臟驟停而死亡的這個說法是個騙局 普京一切都很好 烏克蘭軍事情報發言人尤索夫11月1日表示 散佈普京去世的謠言是莫斯科的一項策略 旨在幫助其加強國內控制 這是克里姆林宮總體規劃的一部分 尤索夫說 假新聞的基本目的是觀察社會的反應 看看個人 精英和媒體的反應 普京的健康問題和使用替身一直備受外界關注 尚不論上週的謠言到底水分有多少 但俄羅斯人確實忙活了好幾天 珍珠黨領導發表講話 伊朗將拋棄哈馬斯 黎巴嫩珍珠黨領導人哈桑‧納斯魯拉日前發表演講 作者老余辣評轉文說 首先納斯魯拉專門強調了一個事情 我們珍珠黨是從10月8日開始加入了對以色列的戰爭的 他的意思很明顯 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恐怖襲擊的事情和他們沒有關係 而這也是伊朗人的說法 雖然哈馬斯幾次公開強調過伊朗支持了他們的襲擊 但伊朗卻都否認了 連默認都沒有 哈桑‧納斯魯拉在講話中譴責了以色列殺害巴勒斯坦人的行為 也警告了美國不要忘記自己在阿富汗的教訓 不要再瞎吵中東事務 但是在喊完了這些口號之後 廣大群眾期待的對以色列和美國正式宣戰的事情 哈桑先生是一個字也沒提 而且他還說 伊朗將解放巴勒斯坦 並將其變成一個伊朗省份 因此在哈桑的講話結束之後 有人做了這樣一張圖 他就差說一句 我支持以色列了 事實上 真主黨大佬這次的講話突然異常低調 和最近的中東局勢有著密切的關係 真主黨作為伊朗的打手 他們的立場就是伊朗的立場 而伊朗深知自己的處境 作為一個什葉派國家 又是波斯人 他們處於沙特等遜尼派國家和阿拉伯人的包圍之中 是穆斯林的少數派 再加上美國最近也一個勁地往中東調兵遣將 目的很明確 就是保證以色列能全心全意地消滅哈馬斯 如果有人想趁機抄以色列的後路 美國就果斷出手 在這種情況下 不管是伊朗還是他的打手們 如果真的想軍事介入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衝突 那基本就是找打 別說以色列和美國了 就連沙特等阿拉伯國家都得趁機打擊伊朗和他的兩個打手 所以真主黨領導人這次的講話 標誌著伊朗已經要拋棄哈馬斯了 即使雨來了 澤連斯基受鼓舞 11月4日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在與來訪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出席聯合新聞發布會時表示 否認其國家抵禦俄羅斯入侵的戰爭已陷入僵局 並對西方官員遊說和談的說法予以回擊 澤連斯基談到 中東的伊哈戰爭也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烏克蘭吸引了過去 並指這是俄羅斯的目的 澤連斯基週六還通過社交媒體平臺X表示 在烏克蘭開始加入歐盟談判之際 我很高興在基輔接受馮德萊恩來訪 即使處於全面戰爭之中 烏克蘭仍致力於改革 我們清楚地認識到 每個國家加入歐盟都是對其制度進步的認可 馮德萊恩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我知道你們正在完成尚未完成的改革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 我相信烏克蘭就能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目標 進入加入進程的下一階段 馮德萊恩還表示 我們將繼續讓俄羅斯為其侵略戰爭付出代價 我們現有的制裁措施已經對俄羅斯經濟造成了深刻影響 很快 我們將向歐盟成員國提出第12輪制裁措施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哦